加拿大正在依靠新移民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 而近期的数据显示 每年来到加拿大的几十万外来人口 也将成为加拿大银行客户增长的关键来源 EY Canada银行业转型负责人阿比谢克·辛哈坦言 无论是五大银行以及他们的下级银行 还是信用社部门 新来者的渗透和市场份额都是相当重要的 联邦政府称 这些人几乎占据了国内劳动力增长的全部 人口增长的四分之三 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 也推动了银行间合作关系的建立 比如最近宣布的RBC与印度最大银行 ICICI银行加拿大分行的合作协议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ICICI加拿大银行将在一段时间内 把所有新移民的客户推荐给RBC 帮助他们在抵达加拿大后 更加容易开设银行账户 此前加拿大皇家银行曾经在中国 推出一个单独的关注项目 目的是挖掘更多和更庞大的新移民来源 2009年到2019年的10年之间 来到加拿大的国际留学生人数增加了两倍多 为63.8万人 并且继续呈现上升趋势 即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2021年加拿大的国际留学生人数 仍然是达到了62.2万人 虽然许多学生只是暂时定居在加拿大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潜在的长期客户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每10个国际留学生当中 大约有3个抵达后10年内获得了枫叶卡 落地成为移民 RBC新移民和文化客户部门负责人 阿米特·布拉梅在接受采访时说 国际学生是不同签证例别当中增长最快的一例 我们真的很兴奋 因为我们将进入一个逐渐被细化的移民市场 其他银行也一直在加紧努力 Simply Financial去年推出了一个数字身份验证计划 允许客户在登陆加拿大之前就已经开立账户 CIBC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也建立了第一个联络团 方便到达国际旅客第一时间实现开户 OneCity信用社则是开始了 提供更多样化的金融知识课程和贷款 帮助移民参加考试 使他们的外国证书得到承认 除此之外 OneCity还积极地与BC省的政府合作 支持流离失所的乌克兰难民 加拿大正在依靠新的移民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 以近期的数据显示 每年来到加拿大的几十万外来人口 也将会成为加拿大银行客户增长的关键来源 EYCanada银行业专业负责人 阿比·謝克辛格表示 无论是五大银行 还是他们的下级银行 还是信用社部门 新来者的滲透和市场份额都相当重要 联邦政府说 这些人几乎占据了国内劳动力增长的全部 人口增长的四分之三 大量的外来人口的涌入 也都推动了银行间的合作关系的建立 比如最近宣布的阿比斯 和印度最大银行ICICI银行 加拿大分行的合作协议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ICICI加拿大银行将会在一段时间内 将所有新移民的客户推荐给阿比斯 帮助他们在抵达加拿大后 更容易地开设银行账户 此前加拿大皇家银行曾经在中国 推出过一个独立的关注项目 目的是挖掘更多更庞大的新移民来源 2009年至2019年10年期间 来加拿大的挂济学生增加了两倍多 为63.8万人 并继续呈现上升的趋势 即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2021年加拿大的挂济学生人数 仍然达到了62.2万人 虽然很多学生只是暂时定居加拿大 但越来越多人正在成为潜在的长期客户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每10个国际学生中就若有3个抵达加拿大10年后 获得枫叶卡落地成为移民 阿比斯新移民的文化部门负责人 阿美特·布拉梅在接受采访时说 国际学生是不同签证类别中增长最快的一类 我们真的很兴奋 因为我们将会进入一个逐渐被细分的移民市场 其他银行也一直在加努力 Simply Financial去年推出了一个数字身份认证计划 或者客户在登陆加拿大之前就开立帐户 方便到达国际旅客第一时间实现开户 Vancity信用社则开始提供多样的金融知识课程和贷款 帮助移民参加考试 使他们的外国证书得到承认 除此之外 Vancity还积极与卑斯政府合作 支持流离失所的乌克兰难民